整個第三點 斷瓦立的觀察產地區是意到生產地味和提升為主 但是運輸道路 尼古失修 押出間路面破坑 部分的路段 路基階坑 便破也有崩潰的現象 檢討影響到農產品的運輸 以及農民行車感染 所以 南大管理 李明晴 特別創意到管轄團隊 前往感染 也當中七次幹部出 趕緊來總經費 正行解釋 可以看到路面破坑的問題是相當嚴重 但是開車經過也沒有設置 效果強勁也不堪設想 所以這條民眾尊重的南大管理 李明晴 是特別斷領的管副團隊 盡量實力掩蓋 路面都要掩蓋 車輛在通行 情報好驚 所以蔡宇處議員 在我們花朗山農務所特別的東西 特別叫我去廢棄 看能夠創一些建議 把路面修 修理好 修補好 這三天大碗里的花朗山地区 是連接婚姻館酒餅地区的重要道路之一 當地生產的地味和提損 都是外國這條道路出入 但是道路 年久失去 讓每天在這裡出色的民眾 都相當驚訝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臨館長 選領到我們館府幹部處的團隊 對我們這三區的關心 從道路 用後好色 非常感謝今天這個館長來地圓的關心 將近這個經費差不多430萬左右 館長也有跟我們這條路 和花朗山的鄉親來生樂 在近期來一定會找經費 來把整理好更舒適 讓我們這條路 和孫路 有一條更安全的道路 雖然是要整理的好水旗 農民煩惱若是無關緊進修 費順的問題就在緊貸嚴重 農務官長在民政 經過實態會審立後 也當中指示關府幹部處 關緊中經費正行改善 這隻翁豬如常報道